另外市民代表蒋如玲针对了亲子公园的友善设施提出质询 他强调要吸引游客人潮完善的公厕设备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亲子公园更需要亲子厕所 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如厕更加的友善 他也要求市公所依循法令来建制合一的公共设施 华联市公所最近几年陆续建制亲子公园 成为家长带孩子休息游玩的好选择 但各个公园却没有友善的亲子厕所 市民代表姜如玲提出质询 那我希望说在我们所有的花莲市的亲子公园 能够增设一些设施就是友善的亲子设施 预测设施就是要增加尿布台 还有安全椅还有里面很多很多的设施 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公园里面 让所有的爸爸妈妈能够很方便很安全的使用 不用再去跟别人共用 那我想因为有的爸爸是带着女儿 有的妈妈是带着儿子 都不知道到往哪一个厕所去 所以我建议市场是朝这个方向 向政府去争取经费来把所有的厕所能够修缮 做一个安全空间 让所有的父亲爸爸妈妈都能够用的安心 使用的放心 市公所答复部分公园周边 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盖厕所 但公所会尽力改善 让前往各个公园场地休憩游玩的民众 可以有方便合一的如厕空间 借着会欢市报道 令人名的护士 Program 在这边看《寻所学生》 在这一边看《寻所》